我覺得楊書長這樣講是失言的 我認為他應該要對吳思雄 對徐曉星表達歉意 盡頭前喊話要前衛生署長楊智良 出來道歉 國民黨內委候選人張思綱 還秀出楊智良跟他說抱歉的內截圖 因為前晚駐獎的這段話 已經燒了一天 不管旁邊張思綱怎麼拉手阻止 楊智良似乎沒有要停止的意思 我吳思雄今年49歲 我是三貓一狗的媽 我覺得非常的滿足而且幸福 我的私領域不勞國民黨內關心 那選舉是選賢與能 比的是問重能力跟服務績效 而不是在比子宮的使用率 我講都是實話 那當然我刺濡他的心 那他恐怕他自己要去檢討 為什麼這麼脆弱 對不對 就像那一次 我說我那麼多家暴 那麼多虐兒虐老 要我道歉 我說我真想要罵三次經 一貫的硬態度 認為自己沒有問題 但楊智良的爭議 還有這一桩 今天不要來這邊講 美將軍愛愛 沒有 他知道我在開玩笑 沒有沒有沒有 他是知道我在開玩笑 他也講他說是開玩笑 因為小新是 我是開他玩笑 當然我非常佩服小新 楊署長開這樣的玩笑 我立即的反應說 我不喜歡 我不要 我沒有這個意願 綠營的網軍卻來我的臉書洗版 攻擊 惡意 叫我說不要開記者會了 叫我回家愛愛 這樣的說法大家可以接受嗎 民進黨能夠接受嗎 說自己不只被性霸凌 就連生育能力也被質疑 許小新婆婆跳出來發聲 說自己跟勞工從不過問 許小新考不考慮生孩子 雖然理解楊智良 對國家少子化的憂心 但我的媳婦 巧新沒有做錯什麼事 她只是勇敢的走在 她熱愛的道路上 就在國民黨小鸡們 忙著拆彈之際 楊智良卻對平面媒體表示 因為他幫張思剛抬聲量 讓張思剛感謝都不行 根本不需要靠這個衝聲量 我覺得衝到底是楊智良 自己的聲量 並不對其他人 是一個負面的聲量 那我也跟他很嚴重的講 就是你這樣子誇大的解讀 造成媒體的傳播 造成很多人二度三度的傷害 那是他的事啊 對不對 誰叫他 找我去講 當初的美意 現在恐怕變成張思剛的陰影 我帶給你 最順利分析 1月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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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鎖定PBBS新聞網 2月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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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呈